人類就沒有知識帶來 動物就有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從頭學過 但是人類它沒有知識帶來 但是它有一個很特異功能 就是說我們可以發展過事物 和創造事物 今天大家做的工作就是 將我們的社會的文明去再發展 特別在那個葬禮的儀式 我們的主題就是Go Income 生命的來去 但是講不到生命來去背後 但是可以透過一個影像 但是在世俗來說 在現在世界最超前的 是麥西哥的 他們一個對死亡的觀念 是一個寬度的 就是我現在離開世界了 我生命是一個宇宙的 就是宇宙的重複 所以很開心來接過死亡的 又喝酒又唱歌又跳舞 但是在我們的華人社會 幾千年的那個鬼實文化 就將個人的智商卡住了 那它帶來了一種恐懼 所以每個人對死亡就是恐懼的 但是有一個 在philosophy上來講 你可以有一個觀念的 就說 當我面對死亡的時間 你一想 只不過說 我回到我未出世之前那裡 你明白嗎 就是你未來那個世界的時候 你都有一個空間給你的 表面你是生命死亡來去 原來你是想到 我只不過回到我未來這個地方 就是重遊回故地 所以你就沒有了恐懼的 就算你沒有宗教信仰 你有一個觀念 你就不要了 不過如果你沒有恐懼時間 你就要很 甜言地接受一個死亡的現象出現 但是如果你早認識這個道理 你在生命之流 你就少了恐懼 人對少恐懼你才有勇氣 死亡的恐懼與生俱來 因為它在胎道黑暗 十個月都要給水 又熱又冷 又靠媽媽的營養補給 你是恐懼的 也都來自於你 人類恐懼 除了死亡的威脅 就是你對未來 你不清晰 你有恐懼的 好 但如果你反過來 如果你對未來很清晰的話 你的生命就很大件事了 即是說 一會兒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明天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什麼發生什麼事 你又知道逃避不了的話 你是很無忍的 你的人生 你是有很多喜樂波動 你是OK的 所以今天大家 我們的工作 會放在我們神州大地將來 特別在中國 我們會安排浪風 今天大家的工作